在小岛分界周上谋生的一些人,几乎每天都要下海,他们下海不捕鱼,也不捞海鲜,那他们去海里做什么呢? 借助潜艇,能看见海底五彩缤纷的世界,人在水下有无限多的鱼围绕着你,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鱼却是特别的温顺,海豚也和人无比的亲近。 本期乡土走进分界周,看人们独特的谋生方式。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乡土。 小岛分界周在海南省临水县东北面的海面上,它面积不大,只有400亩大小,即使是在气温最低的冬季,那的人们也可以下海。 小岛周边有着非常丰富的热带渔业资源,可是在海岛谋生的人们,他们经常到海里边去,却不是为了捕鱼为生,那么他们下海是为了做什么呢? 这次我们首次借助潜艇到海底,来看一看那些在水下谋生的人们。 大海不远处就是分界周岛,从海南岛东面的牛岭看过去,分界周并不大,但是要到岛屿上去,还是要坐船。 分界周的面积只有400亩左右,是一个热带海岛,这个岛之所以叫分界周,有几种说法。 分界周呢,它的话是有三个的话,一个意义含义在里面,第一个是地理的就是一个分界,林水跟万林的一个分界。 第二个的话是一个民族的分界,那么林水的话是以这个梨族占多数,少数民族占多数,万林的话这一块的话是以汉族这一块。 第三个的话是一个近尾都的一个分界,一边是亚热带跟热带这一块的话。 就是亚热带和热带的一个分界。 分界周地处热带,小岛上到处是一派热带风光,这里有高高的椰树和湛蓝的海水,即使是最冷的冬季, 人在海水里也会感到温暖。 到海岛上去做客,按照当地的传统,他们会爬上椰子树,采摘最新鲜的椰子来招待客人。 用椰子水来代客是当地的习惯,就像到其他的地方招待客人喝茶一样。 在热带海岛上淡水少,客人来了,喝上一口清甜的椰汁,能起到消瘦解渴的作用。 分界周岛及其周边有许多奇特的东西。 这里有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鱼,这条鱼还没有长大,即使还小,但它嘴张开,足以吞下一个成年人。 还有一些与人特别亲密的海豚,只要有人下水,它就喜欢和人在一起玩。 它跳跃的姿态也特别的优雅。 这里的海狮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厉害的海狮进食的时候,其他的只能看着。 分界周岛周边的海域里有许多的珊瑚,这些珊瑚为鱼类的繁殖生长,提供了很好的庇护。 要看岛屿及其周边这些奇特的东西,还是得一项一项地来。 我们还是先去看看海底的珊瑚和鱼吧。 看水下的东西,还是要借助工具。 这里有一条潜艇,通过潜艇能看到什么呢? 这是一条小型的潜水艇,它能潜到几十米的海底,随着潜艇下沉的,还有背着氧气瓶的潜水员。 潜水员是在岛屿上谋生的人,过去潜水员下海都是去拿海鲜的,现在他们不是去拿海鲜,那他跟着潜艇下水去干什么呢? 潜艇慢慢下沉,透过潜艇的透明咸窗,能看到海底游动的鱼。 小岛分界州地处热带,海底的鱼也多数是热带鱼。 这些鱼很奇怪,看见潜艇来了,它们也就跟着来了。 按说,潜艇来了,鱼会跑的,但它们不跑,反而游到咸窗边来让人欣赏。 奥秘就在这些随潜艇下潜的潜水员身上。 潜水员在潜艇边游动,手里拿着鱼爱吃的虾米之类的东西,一边游一边抛洒,鱼群就被吸引过来了。 海底有鱼群,也有珊瑚,珊瑚和鱼群是共生的关系。 珊瑚多,就为鱼类繁殖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尤其是一些小型的鱼类,如果受到攻击,它们就会躲到珊瑚里去。 有珊瑚的地方,包括珊瑚礁的地方才有这个鱼群,这是肯定的。 所以对海洋的一种珊瑚的一种保护,就是对于海洋生物的一种生物链吧,也是一种形成。 你没有这个珊瑚的话,这个胶盘啊,包括一些那种这个鱼群的一个居住环境,那么它房子力的话也是相对来很低的。 芬介州地处热带,常年水温在摄氏20度以上,特别适合珊瑚的生长。 珊瑚实际上是一种羌肠动物,大多数珊瑚都有触须一样的东西,它们从海水中吸进浮游生物,然后分泌出石灰石等物质,形成珊瑚的硬体。 珊瑚有各种各样的颜色,那是因为它吃了不同的食物而形成的,尤其以红珊瑚最为名贵。 珊瑚具有养颜美容,活血明目的功效,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 过去,人们潜水下去采集珊瑚,红色、粉红色、橘红色的珊瑚就拿来做饰品,其他的珊瑚就拿来做药材。 采集珊瑚过去是海边一些人赚钱的方法。 现在岛屿周边的人们知道这些珊瑚要保护,所以他们会带人下水去欣赏珊瑚,但不会采摘了。 因为珊瑚的话是有生命力的,你一触摸可能会导致珊瑚虫死掉。 这个保护区域,就珊瑚保护区域,禁止的话所有的一个鱼,鱼鳞捕鱼啊,包括的话其他的一些寒形这些块的话尽量要避免。 所以导致这个珊瑚这块我们生长也是非常快。 珊瑚的种类颜色很多,像这样的是硬体珊瑚,长得像树枝一样。 也有的珊瑚长着触须,触须会分泌粘液,特别小的浮游生物靠近它,它就会把它粘住而吃掉。 鱼大了,珊瑚就粘不住了,鱼就可以在珊瑚间自由地游动。 当大鱼追逐小鱼的时候,小鱼会很机灵地躲到珊瑚之里去。 过去人们采摘珊瑚,珊瑚少了,鱼也就没有躲避天敌的地方了。 潜艇慢慢地浮起来,潜水员也跟着起来了。 这个小伙子叫黄龙国,二十多岁,年纪不大,他当潜水员有几年了。 你啊,在下面呢,主要是复得什么工作啊? 在下面呢,在下面呢,你如果是不喂的话,鱼不过来,是这个意思吗? 对,那那去虾米喂啊。 哦,拿虾米喂,你家在哪个地方啊? 在海岸那边。 哦,你家在海边上是吧? 对。 你爸爸过去是打鱼的,你不打鱼了, 你就潜水着带来玩。 你和你爸相对来说,收入哪个好一些啊? 这个是哪个地方我去盯着。 这个是不是也好玩一些啊? 对,那是好玩。 每下的海底下,拿海起来的,很宽的海底下的东西来的。 黄龙国从小在海边长大, 他的祖辈也一直在海里谋生活, 要么驾船去捕鱼,要么碰海到水下去拿海鲜。 到了他这一带,却喜欢上了潜水, 带客人看海底五彩缤纷的世界,成了他的工作。 这位是福小林,是林水县本地人。 这一次,他带着我们去分界州岛,看当地人生活。 刚才通过潜艇看了海底的世界, 他觉得隔着闲窗还没有看够, 还要亲自潜水下去看看。 福小林是本地人, 但是他却没有潜过水, 要想潜水,还得从头学起。 穿好潜水衣, 先在岸上捡药掌握一些潜水的药领。 没有潜水经验的人下海, 一定要有潜水教练带着。 他叫杨绍洞, 是一个潜水教练,也是一个渔民的后代。 现在不打鱼了, 专门带人到海底去看珊瑚和鱼。 福小林是仰面躺着, 被教练拖到海里去的。 在教练的帮助下, 福小林潜到了海水中, 直接在海水里看海底世界, 比在潜艇中看得更清楚。 分界州岛周边海域, 鱼特别多, 只要给一点吃的东西, 鱼就会围过来。 这里的鱼也不怕人, 可能经常有人在这里潜水, 这里的鱼都习惯了, 有人来,鱼就围上来找吃的。 海里那么多的鱼, 岛上的人既不用网来捕鱼, 甚至也不会用鱼钩来钓。 这里鱼多, 如果放下鱼饵, 肯定一钓一个准。 钓鱼的话, 一天至少可以钓到几十斤。 按说钓鱼卖钱应该比浇人潜水赚得多, 但是岛屿上的人不会那样做。 这些生长在海里柔软的东西, 初看像珊瑚, 实际上这是海葵。 海葵和珊瑚一样, 也长着触须。 海葵是靠捕鱼为食的, 但是这些鱼在海葵里游来游去, 海葵却不吃。 这样的鱼当地叫小丑鱼, 叫它小丑鱼, 它其实并不丑, 还很漂亮。 它和海葵是共生的关系。 小丑鱼鲜艳的颜色, 会给它招来杀身之祸。 遇到危险的时候, 小丑鱼就会躲到海葵的处须中去。 海葵几乎不动, 很难觅食。 小丑鱼会给海葵带来食物, 这样两种不同的生物就达成了默契。 你保护我, 我给你食物, 清除淤泥和寄生虫, 两者相互依存, 互利互惠。 像这个海葵跟小丑鱼, 那么的话它是相互的话依赖生长, 对吧, 那个珊瑚跟这个鱼群, 特别是一些热带鱼群啊, 它也是一样的, 同样的一种关系, 相互依赖去生长。 潜水者在海里看珊瑚和鱼, 教练都会提醒, 脚不能踩到珊瑚上, 不然会损伤到它。 珊瑚生长缓慢, 珊瑚要长大成一片一片的, 要经过漫长的时间。 这些带客人看海底世界的教练是能挣钱的, 他们一个月有四五千元的收入, 这可能不如他们自己捕鱼来得多, 但是这种收入比较稳定, 最主要的是潜水是他们所喜欢的工作。 潜水是很耗体力的, 傅晓琳在海底大概待了不到一个小时, 你精累得筋疲力尽了, 上来就喝点热水, 吃点东西。 海岛上的人很热情, 知道傅晓琳饿了, 马上端来了水果。 芬芥州地处海南岛, 这里的水果多数是热带水果, 现摘现吃的水果, 吃起来还是很可口的。 嗯,甜嘛。 甜,甜甜啊。 芬芥甜甜,这个味道非常好。 水果好吃, 但是不能饱肚子, 还是要吃饭。 在芬芥州岛上吃饭很有特色, 他们吃的饭叫鱼饭, 说是饭, 却不见粮食。 说是吃鱼饭, 实际上是吃鱼, 为什么把鱼叫做鱼饭呢? 鱼饭是淡家人的叫法, 灵水沿岸有许多的淡家人, 所谓淡家人是指当地在海上以捕鱼为生的人。 他们常年生活在船上, 在陆地上没有土地也没有粮食, 他们有的是鱼虾, 过去肚子饿了, 有时候就用鱼来冲击, 所以把鱼就叫成了鱼饭。 慢慢的, 海岛上的人招待客人, 最传统的方法还是拿鱼来给客人吃。 鱼既可以烤了吃, 也可以炖了吃, 还可以蒸了吃, 相对于蒸和炖来说, 烤的鱼更香一些。 在小岛分界州上谋生的一些人, 几乎每天都要下海, 他们下海不捕鱼, 也不捞海鲜, 那他们去海里做什么呢? 借助潜艇, 能看见海底五彩缤纷的世界, 人在水下有无限多的鱼围绕着你, 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鱼, 却是特别的温顺。 海豚也和人无比的亲近。 本期乡土走进分界州, 看人们独特的谋生方式。 分界州岛吸引人们的主要还不是海底的美景, 岛上有一个海南省的水生野生动物的救护站, 这里收留了不少需要救治的海洋动物, 人们到海岛上来, 能看见平时看不见的一些动物。 我们这个救护站主要就是救助渔民物捕的一些海洋野生哺乳动物, 海豚是比较多的, 因为就是到渔民捕鱼的季节, 它会跟随这个鱼群, 它有的时候会容易蝉网, 会有一些受伤, 我们通过治疗等到康复之后, 如果说它符合就是再重回大海的这种条件, 我们还是要给它放回去的。 海豚它温和而聪明, 与人似乎天然的亲近, 只要有人到水中, 海豚马上就会围上来和人玩。 在大海中, 海豚喜欢追逐渔船, 这样也给它们带来了一定的危险。 渔民的渔网有时会对它们造成伤害, 甚至还会误补进渔网里。 这位叫吕泽燕, 今年三十岁, 他和他的同事在救护站已经工作好几年了。 这里面有一条海豚不进食了, 救助站的几个人拿着鱼网, 慢慢地去把海豚围起来, 他们要把那条不吃东西的海豚找出来, 专门给它喂一些鱼, 如果长时间不吃东西, 海豚就有生命危险。 海豚对新的环境是特别敏感的, 这座海豚是我们刚救助回来的, 所以说它对这个环境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 它现在不吃的话, 我们主要的就是填食, 就是给它扶到岸边, 然后去让它保证食量, 保证身体的营养。 海豚很聪明, 有人说它的智力能达到五六岁儿童的水平, 只要稍加引导, 它们在进食之后就能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来, 尤其是海豚的跳跃, 动作特别的舒展和优雅。 海豚模样友善, 而且爱和人嬉闹, 并且常在前海活动, 深得渔民的喜爱。 海岛上的人从来不会伤害海豚, 渔民不伤害海豚, 更重要的原因是, 他们认为海豚是能救人的。 如果渔民不小心落水了, 正好附近有海豚, 海豚会游到落水者的下面, 把它顶起来, 而且还会送到岸边。 海豚被很多地方的人都视为人类亲密的朋友。 海豚是在水面换气的海洋动物, 每隔二三十分钟就要浮上水面换一次气, 当人们看见海豚从水面跳跃时, 那是海豚在换气。 海豚跳跃并不是训练的结果, 而是它天然的特性。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海豚跳跃是为了摆脱身上的寄生虫。 这里有几条庞然大物, 它们是金鲨。 它们都是渔民误补以后, 受伤送到这里来救治的。 现在还能看到这条金鲨的嘴部有一些伤痕, 当时刚送来时要严重一些, 现在已经好多了, 可以通过人工喂养而进食了。 水生野生动物救助站, 也是海南省的一个科普基地, 可以让人们认识海洋野生动物, 从而有意识地去保护它。 金鲨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鱼类, 最大的可以长到20米左右, 重量可以达到10吨以上。 现在这里的几条金鲨还小, 也就6米多长, 还只是几条小金鲨。 金鲨的嘴巴很大, 足以吞下一个成年人, 但是它却是最温和的鱼类, 没有一点攻击性, 人们可以用手去触摸它。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穿上潜水衣, 可以爬到金鲨的身上去。 金鲨也喜欢人们爬到身上, 它在海洋中生活, 身上有一些寄生虫, 人在它身上能去掉一些寄生虫。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也会定期到水中去 和金鲨在一起玩, 这样也可以让它更亲近人。 金鲨一般在热带或靠近热带的地方生活, 因为它体型庞大, 在海洋中几乎没有天敌, 它的寿命能活到100年左右。 金鲨最大的天敌来自人类, 它是海洋中保护的动物, 可是还会有人捕捞, 也有人把它的鳍拿来做鱼翅。 金鲨生活在海洋的中上层, 情度缓慢, 有时也会被鱼网误补, 如果被鱼网弄伤了, 渔民就会把它送到救助站里来。 金鲨以海洋中的小型鱼虾和浮游生物为食, 稍大一些的鱼它就几乎不吃, 它张着大嘴不断地过滤海水, 这是它进食的方式。 它是一种绿石性的动物, 它的嘴很大, 但是几乎看不见牙齿, 它的牙齿已经退化了, 只剩下了牙床。 人们喂养它, 只需要把小虾之类的食物放到它前面的水面上, 它就能连海水一起吸进去。 船上穿着救助站工作服的人是专门喂养金鲨的, 有时他们也会让客人来帮助喂金鲨, 让大家近距离观察它, 他们也希望人们爱护金鲨, 喜欢它而保护它。 这里的金鲨都是过客, 等他们的身体完全长好了, 就会把它们放归到大海里去。 那这个金鲨现在是有多大呀? 大概有六岁左右。 六岁左右? 对。 那它一天要吃多少小鱼啊? 它提前, 平时的话吃一百斤左右。 摸一下摸一下, 喝点水吧。 好,喝点水,口渴了。 可是每天都在喝, 每天都在喝水呀。 喝水出口吧。 分界州的动物保护站, 既保护野生动物, 也会研究海洋动物。 这里有一群海狮, 海狮可不像金鲨那样温和, 喂养它们要隔着高高的栏杆。 海狮群里有严格的等级制度, 尤其是在进食的时候, 地位高的海狮先吃, 它吃饱了, 其他的海狮才有机会吃。 海狮的地位是争夺来的, 它们会打架, 最厉害的那头海狮地位最高。 为了让每一头海狮都能吃饱, 喂养的时候, 要有几个人一起来喂, 一个人专门喂海狮的头领, 其他的人却喂个头小一些的海狮。 海狮很聪明, 也容易驯化, 不过那要有技巧。 这里不是海洋表演馆, 所以这里的海狮都野性十足, 即使喂养它们, 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救护站里有各种海洋动物, 这里还有海龟, 海龟是杂食动物, 除了喂鱼虾之外, 还会给一些蔬菜吃, 这样海龟的营养就平衡了。 分界州岛上的年轻一辈没有像他们的祖辈一样, 靠海上捕捞来谋生, 而是变成了海洋动物的保护者。 原来的话是海岛的话都是以紫月为主, 那么现在的话整个海南岛包括的话, 我们分界州岛都一样, 它都是以一个生态旅游为主。 离开分界州岛, 乘船回陆地, 回头看小岛, 海岛沐浴在阳光里, 特别让人留恋。 分界州岛没有冬季, 即便是在最冷的时候, 人们在海水里也会感到非常的温暖。 那越是冬天, 来分界州岛的客人就会越多, 到那儿呢, 可以体验热带的海岛风情。 海岛上的人们也改变了传统的谋生手段, 虽然他们也会下海, 但是不是靠捕鱼来赚钱了, 他们带着客人享受椰峰海运, 也有着不错的收入。 那今天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那么将获得精美离体一份, 快快转信参与吧, 你就是乡土百世通。 他107岁还能穿针引线, 快乐交流没有障碍, 他95岁还要去看望105岁的老姐姐。 他们结婚70年, 百岁夫妻有什么相处之道? 他们爱喝羊汤, 吃伞子, 山药罗汉参一样都不能少, 想要长命百岁不是梦, 长寿乡里还有什么门道? 下期请收看乡土和百岁老人的亲密接触。